艾哈迈德华迪的处女作Negriw Menara打破了出版商Gramedia Postaka Utama过去37年的销售记录 原因如下 1.艾哈迈德华迪 阿玛特华迪是印尼作家小说家和社会企业家 她的处女作Negriw Menara乌塔之地打破了出版商Gramedia Postaka Utama过去37年的销售记录 阿玛特华迪的Negriw Menara三部曲的灵感来自于她在印尼亚加达长大的童年记忆 该三部曲以虚构城市Negriw Menara为背景 该城市大致以现实城市雅加达为蓝本 该三部曲探讨了城市化 世神化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等主题 艾哈迈德华迪 阿玛特华迪 总共获得了9项海外奖学金 包括 1.富布赖特奖学金 2.弗伦大使奖学金 3.弗伦大使奖学金 4.弗伦大使奖学金 5.弗伦大使奖学金 6.弗伦大使奖学金 7.弗伦大使奖学金 8.弗伦大使奖学金 艾哈迈德华迪 阿玛特华迪获得9项海外奖学金的非凡成就 在许多方面为她作为作家的成功 做出了贡献 首先 她为她提供了旅行和体验不同文化的机会 这激发了她在小说中写下自己的经历 其次 她让她接触到新的想法和观点 并将其融入她的写作中 艾哈迈德华迪 阿玛特华迪的处女作 Negre 5 Menara Uta之地 打破了出版商 Gramedia Postaka Yutama过去37年的销售记录 Negre 5 Menara 是Negre 5 Menara三部曲的第一部分 其次是Rena Sunwarna三色地球和Renta Uemura 阿玛特华迪的处女作 阿玛特华迪的处女作